在一带一路仲裁机构高端圆桌论坛上 42家境内外仲裁机构发布 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 推动多元化争议解决在全球范围的推广适用 分析指出 中国仲裁事业国际化程度提升的同时 中国也将逐步放宽境外仲裁机构 在国内开展仲裁业务的限制 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高度 统筹推进仲裁制度改革 进一步营造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 包括美国仲裁协会 德国仲裁院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内的 42家境内外仲裁机构 共同发布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 一致认为仲裁机构间的区域化全球化合作 是大势所趋 国际仲裁作为世界公认的 促进公平公正解决贸易投资纠纷的主要方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欢迎更多国际经济解决机构 参与签署北京粮活宣言 形成更广泛而有力的多边合作 从本土化发展 走向更开放的区域化 乃至全球化发展 据介绍 今年前十个月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新受理案件标的额达1000亿元人民币 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金额 案件数量增长20% 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近年以来 受理案件的当事人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 创历史新高 双方均为境外当事人的国际仲裁案件大幅增长 实践表明 一方面中国仲裁努力对标国际先进做法 并不断改革创新 另一方面中国仲裁也对国际仲裁改革发展 提供借鉴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中国仲裁事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 中国也将逐步放宽 境外仲裁机构在国内开展仲裁业务的限制 进一步营造仲裁友好型的司法监督环境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 为一带一路建设 为上海银港芯片区建设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提名件 要支持境外仲裁机构 在芯片区设立业务机构 开展仲裁业务 探索建立国际三十九分多元解决机制 六年来一带一路从理念变成实践 建设成果丰硕 在贸易畅通方面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总额超过六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百分之四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九百余亿美元 年均增长百分之五点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